113学册 第五十四题 在物理学你应该有学到 普朗克在1900年就提出了量子论 科学界就知道热辐射 黑体辐射这些现象 所以对天体发射的电磁波 跟五线电波 科学界很早就预期到这些现象了 所以A选项是错的 B选项一样是物理学上学到的内容 高能量的电磁波 是可以传播的距离比较遥远的 所以B选项是错的 先来看E选项 人类使用电磁波的历史 其实非常的早 当人类使用电报 收音机等等 这些就是五线电波的使用了 并不是等到手机跟基地台的出现 人类才使用无线电波的 而对于无线电波的天文观测 它的有利之处 其实是因为无线电波不会被大气吸收 所以在地表便可进行观测 同时无线电波也不会被云层遮蔽 所以不会受天气的影响 无线电波不受白天强烈阳光的光害的影响 所以日夜都可进行无线电波的天文观测 关于C选项 你要联想到大气窗这个重要的概念 天体所发出的连续电磁波 包含波长很短的钢瓦射线 一直到波长很长的无线电波 这张图的横坐标 是电磁波由波长短一直到波长长 而重坐标是地球大气对这些电磁波的吸收率 如果吸收率是0% 代表这个电磁波的波段不会被大气吸收 也就是这个波段的电磁波可以到达地表 由这张图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波段的无线电波 它的大气吸收率是0% 也就是几乎不受阻碍 可以穿过大气来到地表 另外在可见光的波段 大气吸收率也是非常的低 因此吸选项的描述是对的 大气窗主要是在两个波段 分别是可见光波段跟无线电波波段 反过来说 像γ色线、x色线跟紫外线 它的大气吸收率是100% 也就是说这些波段的电磁波 完全无法到达地表 所以必须在大气层之外 也就是要做成太空望远镜 才能对这些波段进行观测 诸选项 人类进入太空 也就是人类最早的人造卫星 在1957年进入太空的 所以诸选项是合理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